他們是真愛就也不用管他們 不要啊 因為問題是不怪 因為他們生小孩會不會 但是他也沒有妨礙到別人的自由 他生小孩就是缺陷 生下來就是不單啊 張馨宇 醒一醒 還是妳有目的 但其實 我跟你現在跟妳哥哥在一起 沒哥哥 雖然是只有德國現在提出了合法話 但是這個情況在哪裡發生 最多是美國 是嗎 你說在傑斯汀那邊啊 因為他們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你為什麼會這樣 那邊的人口太少啊 他們那一天只有兩部車 兩部車就是Michael上班跟下班 兩部車 對啊 人口太少 還是這種事情 在美國真的有發生過好幾對是兄妹結婚的 而且生了小孩 不是 臥邊走來 那我也覺得很妙的 還是聊一下我們可以理解的 比如說辦公室戀情這種的有沒有 我是知道 比如說像護士醫生 就是在醫院 對 像以前你這樣有講過說 他們以前值班真的很久的時間 所以他們在 就很多醫生會跟護士結婚嘛 因為他們真的互相才能了解 對方的上下班的行性啊 要不然其實如果不是醫護人員的話 你很難了解他uncle 你很難理解他上班時間這麼長 很難理解他一個病人 就是你很難理解這些事情 那你就可能很常會吵架 所以其實他們就會跟同業的人會比較 就懶得解釋嘛 因為你在上班你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就會比較舒服的狀態在交往 職場上真的比較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我的前男友啊 他就是 他是一個講話蠻好笑的人 然後他在公司是一個開心果 大家都很喜歡 他很喜歡跟他聊天 然後他們公司有一個女生呢 有一次他們員工留要去 要出去的時候 他就要叫我前男友聊天 就是講笑話 結果他就這樣 因為他們是這樣坐在一起在車上 然後他就摸我男友的大腿 他就這樣 講笑話啊講笑話 都快摸到蛋了 講笑話啊講笑話 他是在咬他快摸到皮帶囉 你說 他摸到什麼 皮蛋 他剛好帶一盒皮蛋 他剛好帶一盒皮蛋回家吃 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 小小魚尺度這麼大 那後來有摸到蛋嗎 因為那個時候 不是不是不是 對不起 他這樣搖完了以後 所有回來嗎 還是放在上面持續 還是在往進去連 放在上面 而且就是碰到內側 大腿的內側 因為有的人講話 就是常常會喜歡碰人家 可是他手也收回去 可是我覺得他很妙是 因為他的男友也是公司的 就是那個女生的男友 是我前男友 他對方也有男朋友 對 可是他會趁他男友沒看到的時候 才會去有這種摸大腿啊 什麼什麼的舉動 然後當時我就很吃醋 然後我就跟我前男友就是講說 你不要再這樣啦 你講話很好笑 可以用直接講話好笑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摸你大腿 才能講笑話給大家聽 給員工聽這樣 他就說 不行啦 他是副理的女朋友耶 如果我 他這樣撥的時候 然後我教他這樣撥開啊 或叫他不要摸我大腿 這樣很不禮貌耶 當然 那你在現場嗎 對 我超級吃醋的 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法國女生也都很開放嘛 法國女生都很開放啊 然後我的男朋友在講話說 他是直接就坐上去了好嗎 他就直接坐上去了 不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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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坐好 而且我都沒有在抗拒 為什麼你要看關於什麼事啊 有問題嗎 對 對 小龍哥應該有很多把柄在那裡 我都已經準備要示範了 我第一次看到主持人被擊斧成這樣 真的要人救我 關你什麼事啊 欸 坐在大腿上 然後呢 小生他到底吃了幾個 有幾個把柄在你手上 他為什麼這樣子甘願啊 這不好說 他就直接坐在大腿上 然後就這樣勾著我男朋友 然後就再跟他講 就聽他講話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我男朋友就說 只有一張椅子嗎 有必要這樣嗎 沒有 就是老實說 就是很平常的 對 然後我感覺 請問一下我想請問各位型男 除了台灣型男之外 這個情況真的在你們國家 算是正常嗎 是的畫情取圈 不是的情取是嗎 坐大腿喔 坐大腿喔 是 不是男女朋友 在大國其實非常正常 正常講話 所以 幫忙轉盤喔 所以基本上杜立跟賈斯汀 不是同一個國家 你們到底有什麼事啊 你們到底有什麼事啊 會同舟嗎 對啊 總會有這樣的情侶 沒有 像我們家那邊 如果我媽看到另外一個女生 坐我爸爸的腳上 就會打架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他們那邊是拿獵槍的 清楚好不好 這是對的 但是他們已經結婚了 這是不一樣 這是不一樣 因為他們結婚了 他們結婚那麼久 那不一樣 交往也會打架啊 如果你剛才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你們都是朋友 然後你旁邊也有女生朋友而已 你們是朋友而已 你女朋友會生氣嗎 不會吧 一個女生朋友坐在腳上 對啊 會生氣啊 沒有 我們那邊比較保守 不會這樣 除非是女朋友 其他人不會 保守就不要講 我們聽聽西班牙的 如果我現在去西班牙 我看到有人坐在 一個女生坐一個男生的大腿 我不能這樣判斷說 他們兩個是男女朋友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在大學的時候常常可以看這個 真的 後來我發現我們在校園裡面 隨處可見 所以這次也是這樣 但是這個女的 並沒有喜歡這個男生喔 蛤 就是他們只是一個友善 就是很自然而然 就像兩個男孩子出去會牽手一樣 就這樣 對啊 是朋友的感覺 沒有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奇怪 因為你看巴西這麼熱情 但是猜巴西也不行啊 像你剛剛看那個新聞啊 多亂嘛 對不對 但是德國人也不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在德國 妹妹可以做哥哥大腿嗎 這應該可以 看那個妹妹自罪吧 小時候 他們吃了巴拉 因為應該不只做大腿 但是沒有 你應該問 妹妹做哥哥大腿 兩個都是單身的話 我們會覺得 OK 那個女生覺得 那個對那個男生有興趣 但是一般朋友 不會這樣子 那尤其是如果她有女偶 那個男生有女偶 那個女生坐上去 就真的很有問題啊 欸 我們法國朋友一直覺得這 這算什麼 就是一種 就是友好的表示啊 沒有 他在台灣都跟 老爸 我們法國都這樣子 雷米 雷米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現在女朋友坐在少俠的腿上 你都不會生氣 她長那麼帥OK啊 OK啊 她覺得帥還OK啊 因為有問題欸 不是 這次要看女生嘛 那如果你女朋友坐在小楊哥腿上咧 這真的會生氣 喔 生氣 氣什麼 氣什麼 認真 你都平溫了 得氣之友 沒有 是怕他被你勾引啊 對不對 坐的姿勢也有差 如果是側坐 你們就不會生氣 跨坐總不行 對 跨坐總不行 你說像小孩 抱小孩 這樣畫 我幹嘛 你應該也想要做 你也想要做 你也想要做 你也想要這樣吧 我覺得一般就是 這也太猛了吧 哪能這樣做啊 阿布好像你是你 誰 你的朋友是不是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 算職場的啦 就是我有朋友 一對男女朋友 然後呢 那個男生那時候要去當兵了 所以他自己開了一間咖啡廳 就讓這個女朋友來 負責幫他管理 然後他店裡面是小咖啡廳啦 大概三四個員工這樣子 結果呢 交往了一年多的時間 他跟他兩個人的感情 變得比較不好了 然後呢 他偷看他 女生偷看男生的手機 就是裡面有一些 跟女生的曖昧對話 然後他就猜到有另外一班 就是有劈腿 有第三者 結果他那陣子心情非常不好 男朋友又不在 然後他員工呢 就說 不然晚上我們下班 去唱個歌好了 大家去唱個歌 然後抒發一下 結果呢 去了之後呢 他又喝了酒 又很難過在那邊哭 結果 可是這時候有一個女生突然說話了 他說 好啦 你不要這樣子啦 其實那個女生就是我啦 喔 就是 他男朋友就是直接 吃窩邊炒他自己的員工 喔 然後呢 那個女生也自己承認 對 然後呢 那個他原本的 正公還每天去幫他固定 他們兩個每天相處耶 哇塞 然後他 員工知道 但是他女朋友不知道 就這樣維持了 好像有半年的時間 那後來 後來 他度量大到 等到他退伍 他才離開 不幫他做咖啡廳 這個女的我覺得非常厲害 這個好適合當老婆 好大氣喔 對啊 是 氣度真的不得了 大氣